嗓音雌性,言论犀利,DNP一阵见血,看过爱情保卫长,菲尼莫属等节目的观众,几乎没有不被他魅力所折服的,他以冷面毒舍著称,被誉为中国首席情感导师,但每个人的美好生活都是来之不易的,图雷也一样,他也经历过跌入谷底的时刻,从落难青年到电台黑马,带到如今家喻户晓的情感导师,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1977年6月10日,图雷出生于江西南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母亲患有泪风湿病,在图雷旁伤血不时,母亲已经瘫痪在床,由于常年末病,母亲的脾气变得暴躁,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和父亲吵架,在图雷的记忆里,父母吵架是常态,但是他那时候太小,不知道如何化解父母的矛盾,当时有很多人劝说图雷父亲和他母亲离婚, 当父亲每次都摆摆手说,他离开了我,可怎么活呀?在父亲心里,夫妻俩虽然经常吵架,但那只是生乎琐事,两人之间的感情并未受到影响,他对妻子的态度,数十年如一日,细心照顾,尽力包容 在父亲的影响下,图雷也长成了一个有责任有当当的男子汉,他还一直将父亲视作榜样,对父亲充满感恩和尊重 1996年,图雷考入江西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四年毕业后进入江西省工商银行,从事计算机工作,端上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但是,他的性格并不是安于现状的,而是想下海经商闯荡一方,于是那之后,图雷又做了销售和管理工作 后来与人合伙创办了一个触摸系统公司,也算与专业对口,只是公司刚有了点起色,就遭遇困境 用他的话说,就是遭遇了传统的家族经营疾病,性格较真,不喜欢敷衍,欺骗的图雷,实在看不惯公司内部某些人的做派 一气之下选择退出,打算单打独斗,就在这个时候,他又遭以难,被人骗取五十万元 要知道,那可是他当时的全部家当,他觉得自己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 心灰意冷的图雷决定把未来的选择交给命运 他在中国地图上抛下一个骰子,骰子落到哪里,他就去哪里,重新开始 最终这个责任重大的骰子落在了湖南 于是,图雷收拾行囊,前往湖南打拼,当时他身上只有一千元 为了结余开支,刚到湖南的时候,他只吃泡面,和两毛钱三个的老面馒头 穷困潦倒之际,他遇到了星沙之身 当时,长沙广播电视台的星沙之身正在招聘主持人 图雷抱着出身牛犊不怕火的自信,报名参加 没想到毫无主持经验的他,竟被成功录取 从此,电台主持,魏图雷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2004年,由他主持的节目《路上夜话》在第一期就好评如潮 节目中,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夸图雷声音好听 言语犀利,随后,图雷获得了主持新节目的机会 这档真爱会客时,是一档晚间谈话节目 播出不到一个月,收视率就位居当地榜首 谁也没想到从未学过播音主持的图雷,进成了电影台的一匹黑马 随着名气渐进增加,图雷的邀约也越来越多 2006年开始,他转账小萤幕,先后主持了晚间法律节目《方圆调节》 访谈节目不突不快,还有既顶档时政评论节目非常观察 这些节目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 但真正让图雷发光发财的还是情感类节目 2010年,他主持了长沙知音频道尝试的相亲类节目《爱情房车》 凭借另类的脱口秀主持方式,吸引了不少观众 跨入情感领域的图雷 也逐渐意识到这里才是属于自己的那平天地 2013到2014年,他先后主持《爱情连连看》 《情感大裁判》《完美告白》《爱情保卫展》 四档情感类节目 其中让图雷一夜之间名声远播,正是天津卫视播出的《爱情保卫展》 在这档节目中,图雷的身份不是主持人,而是情刚导师 坐在观察台上,他对台上的众生百胎做出一针见血的点评 给出身边实际的建议 在此期间,图雷说过的不少话,多被观众视为惊趣 比如,听男人说话,不要听他说了什么,要听他没说什么 爱情是缺什么就找什么,而不是要什么就给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图雷在节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渐渐的,大部分观众收看节目都是为了听听图雷又说了什么样的惊趣 他用犀利精辟的语言,坐上中国首席情感评论员的宝座 但图雷却说,犀利并非我的初衷,真实才是我的本来 此时的图雷再也不是那个干到湖南一穷二白的打工赛 他不用再为生机发愁,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成为他心中的字 在图雷30岁的时候,他瘫痪多年的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当时图雷正在外地,根本来不及赶回家 和母亲见上最后一面 再说,最后一句话 一瞬间,他回忆起自己离开家的时候 母亲将轮椅推到家门口 看着自己一路走远 那依依不舍的目光,仿佛还在热辣辣地注视着他 原本他想等自己赚了大钱 就像母亲接到身边享福 可现在他有钱了 这个对他有无限牵挂与不舍的人 却已经不在人世 子欲养而亲不待 人世间最大的憾事 莫过于此,但图雷也是幸运的 因为一个叫小丸子的姑娘 代替母亲来到他身边 给了他爱和温暖 如果说事业有成是男人的面子 那么婚姻幸福就是男人的礼子 在荧幕上,图雷给观众的印象是严肃的 甚至有时候是严厉的 给人一种不容易亲切的感觉 事实上,私下的图雷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 特别是对待妻子,小丸子,极尽宠爱 结婚十二载,在他心中 妻子是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女人 若是没有她的陪伴 这些年起起伏伏的人生道路 她很难停过来 好吃不过家常饭 知冷知热结发期 妻子是她整个世界 刚开始做爱情保卫账的时候 节目组发工资都是给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 那时图雷还没那么出名 工资也不多 但每次发了工资 她都会第一时间把信封带回家 很有仪式感的交给妻子手上 而她的妻子小丸子会很开心的拥抱她 说句,你辛苦了 渐渐的,她的人气越来越高 赚的钱越来越多 工资的信封也越来越古 某天她拿回信封给妻子时 小丸子数着比以往多出几倍的钱 却突然嚎啕大哭 图雷手足无措的问妻子怎么了 小丸子说 我看你赚的钱越来越多 我就觉得你工作越来越累 而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那个瞬间 图雷意识到成名之后 她只顾着赚钱了 陪伴妻子的时间太少了 在她忙碌的时候 小丸子该有多孤独呢 后来两人有了女儿小樱桃 估计俩约定等女儿五岁大的时候 图雷就减少工作量回归家庭 但随着女儿的一天天长大 她带给图雷太多的快乐和感动 图雷开始觉得五年太过漫长 2020年4月9日上午 图雷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视频 视频中她宣布将离开爱情保卫站 不再担任节目情感导师一职 并真诚感谢一路支持自己的观众 图雷表示 疫情期间突然拥有大把空闲时间 和妻子女儿相处 让她意识到 这十年忙碌的光阴忽略了家庭生活 所以决定提前实现和妻子小丸子的五年之约 减少工作回归家庭 此条动态已经发布 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 他们感慨万千 留言表达对图雷退出的不舍 但是为了家庭 图雷还是离开了这个奋斗六年的舞台 不过她用自己的阅历给予了那些人 那些家庭的力量永远不会消失 退下光环 图雷变成了十足的女儿奴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与小丸子和小樱桃 温馨有趣的生活 她会和女儿一起恶搞动画片 猫和老鼠 用一根吸管配合着动画片 戏弄汤姆猫 会将女儿拖在肩膀上 带着她去牌上干日落 此时的图雷不再是舞台上 那个毒蛇主持人 也不再是众人眼睁的名人导师 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 李嘉诚曾说 一个人事业上再大的成功 也弥补不了教育子女失败的遗憾 图雷已经有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她绝对不想再多一个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